这个番茄呢,就是刚才已经开始,下面就已经采果了啊,第一岁果和第二岁果都开始陆陆续续采摘了 上面这个番茄呢,基本上已经到第六层,第七层果了,所以说呢,这个时候呢,我们掉曼钢丝,你看到没 已经到这个位置了,正常情况下,在这个位置,这个时候就要开始打头了 就是说,因为不能太高了呀,是吗,要打头,然后呢,让整个的营养啊,全部往果上去供 这样的情况下,基本上我们这一叉番茄呢,这个叉量基本上已经恒定了 而我们今年在种这个番茄的时候,我们采用了另外一种管理模式,大家看一下啊,这是一颗番茄,看一下没 这个番茄呢,要是在顶端的时候啊,我们留了一个叉,大家看一下没 这个分串的情况下,在这个顶端呢,已经开始抽成出来这个花絮了 而另外一个顶端呢,这时候 也出来花絮 这样的情况下,我们能保证 至少每一颗番茄增加了一盆果 别想看增加了这一层果啊,它这个产量 一亩跌增加了几百斤 另外一个,到这个早春呢,这个时候 那个光照已经比较充足了 上面的光照比较好,通风条件又没问题 所以说呢,你增加了一个叉以后呢,并不见得 能降低什么光合作用啊,或者通风啊,这些都是不受多大影响的 所以说呢,整体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这跟你们的بbout 好 好 可以